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性感情妇只想怀我的孩子 在床上对我百般讨好 那晚我满足了他 我爱吴浩冷,可吴浩冷不爱我 吴浩冷只把我当成一个充气娃娃 因为我们第一次的时候 他就说,杜米,你真像个充气娃娃 吴浩冷是我的客户 在他的住处看到他时 我一直不住激动冲上去搂住他 他惊恶万分 也许他被我含情默默的眼神打动 他把我拉进屋子 我脱去衣服时 他冷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为了卖房子陪人睡的 是的,我是不会唯一单生意 就陪男人睡的 我陪吴浩冷 是因为我喜欢他 五年前 我和母亲去买东西时 遭遇了车祸 送我和母亲去医院的人 就是吴浩冷 我醒来后 他已经走了 留下的 是一笔医药费 一束鲜花和一个亲属签字 吴浩冷 从那时起 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背后的人 也是从那时候起 我就在找这个叫吴浩冷的人 直到我来到这家中介公司 看到顾客信息上吴浩冷的签字 自己如此熟悉 那一刻 我哭得不成样子 但吴浩冷已经记不得我了 吴浩冷有老婆 我问他 既然不爱老婆了 为什么不离婚 吴浩冷吸了一口烟说 因为那女人是阿娘给我娶的 以前的吴浩冷是一个名字 现在 当他抱紧我赤裸的身体时 我感觉有身体破碎的声音 幸福突然如雨一样扑面而来 他每次来找我 都透知识地榨取我 他说 你怎么这样迷人 我说我是妖精 吴浩冷就在我肚皮上拍了三下 说 妖精我也要 我是主动要求做吴浩冷的情人的 很傻吧 但吴浩很讲义气 他给我一大笔钱 我说不要 我只想跟他 然而仅仅一年后 吴浩冷带来了另一个女人 我愣在那里 吴浩冷就说 杜米 你不会恨我吧 我摇头 我怎么会恨呢 我不恨 因为我爱吴浩冷 我和那姐妹就住到了一起 虽然我是小三 但我总觉得那女人才是小三 十足的小三 关键是小三还说了一句 让我寒心的话 他说吴浩冷没有生育能力 但他怀疑他老婆 他找情人 只是为了要一个孩子 我跟小三住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 小三走了 吴浩冷把那女人的被子扔了出去 大骂道 他妈的 竟然敢偷人 他说的是那个小三 吴浩冷在一家宾馆的床上 将小三和一个男人抓了起来 差点没把那男的打残 吴浩冷欲哭泪地问我 杜米 你会背叛我吗 我说不会 他说要是我在找其他女人呢 我说也不会 吴浩冷一把扯住我的衣领说 我不信 我就从抽屉里拿出刀 他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刻字 你如果不信 就在我的背上刻下吴浩冷三的字 吴浩冷说你疯了吧 我不要努力 离开时 吴浩冷大声地骂了句 不背叛又怎样 还是不会生孩子 吴浩冷的这句话 验证了小三的说法 我的心一下子撕心裂肺地痛 吴浩冷说 杜米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了 我说不我不走 哪有这样的呀 玩腻了 就想把我踹了呀 吴浩冷咬了咬牙说 你不走我就叫人动你 我说好啊 有本事就来 吴浩冷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我竟回答得这么倔强 吴浩冷就说 如果我能帮他做成一笔生意 他就留下我 我答应了 吴浩冷是让我去当陪客 那个老板在脱去我的衣服后问我 为什么跟吴浩冷 我说我爱他 那男人就笑 说他让我糟蹋 你你还爱他 我说爱 一个雨夜 吴浩冷突然冲进我的房间 扯破我的衣服 他骂我 杜米你是傻子吗 你怎么不走 为什么让你陪人睡觉你就陪 你是傻子吗 我说是你让我做的 我不推辞 吴浩冷就哭了 吴浩冷在我的脊背上刻下了他的名字 我咬着被子趴在床上忍着剧烈的疼痛 汗珠一颗颗滚落 吴浩冷说 这下你该满足了吧 背着我的名字走吧 吴浩冷不守承诺 他还是把我赶走了 他说你已经陪别人睡过了 我不要 离开吴浩冷后 我失业了 在荒岸的出租屋里吃着方便面时 我强烈地想念吴浩冷 就在这时 那个小三找到了我 他问我想回到吴浩冷身边吗 我说想 只要能让他不赶我走 我什么都愿意做 小三就把我带到他的住处 刚进门我就被一个男人摁住了 我拼命挣扎 大喊救命 但没用 我被强奸了 被小三的男朋友强奸了 那男的说杜米 我知道这样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这是最好的计划 那男的说 只有我杜米愿意为吴浩冷生孩子 所以他想让我怀上他的孩子 然后假装是吴浩冷生的 这样就可以回到吴浩冷的身边了 他说只要我给吴浩冷生了孩子 他一定会给我一大笔钱 然后他们和我一人一半 于是我每天下班后就去找那个小三 我含着泪 忍着屈辱 只想着一件事 有了孩子 吴浩冷就不会赶我走了 我找到吴浩冷 告诉他 我吃中药了 我愿意为他生孩子 他说 杜米 世界上有你这么傻的女人吗 他把我推到门外 让我走 我扯着他的衣服喊 吴浩冷 我不走 我想一辈子跟着你 吴浩冷愣了 举在半空的手僵硬在哪 我哭着说你打呀 打呀 吴浩冷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然后又迅速将我推开 他吼道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知道吗 那年撞到你的人是我 是我呀 我呆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愣了几秒后 我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 然后哭着跑了 我病倒了 浑身像冰一样冷 吴浩冷找到了我 他背着我往医院里跑 我醒来时 看到他在门外焦急地躲着步 而我的身旁 有一束鲜红的玫瑰 吴浩冷问我 杜米 你原谅我吧 我不愿意开口 我不能原谅他 因为 在那场车祸里 我母亲失去了一条腿 我终于下定决心 报复吴浩冷 我告诉吴浩冷 我已经忘记过去了 虽然他撞了我 但也救了我 所以我可以原谅他 吴浩冷抱着我 说 真的吗 你真的原谅我了吗 我一直以为 你是来找我报仇的 吴浩冷说 如果我真的原谅他 他愿意照顾我一辈子 一个月后 我怀孕了 吴浩冷在 依然高兴地 疯了似的 大喊大叫 之后 他将我当皇太后一样伺候 他亲自为我做饭 为我煲汤 甚至给我喂饭 帮我梳头发 虽然吴浩冷对我好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等我生下孩子 就带着钱远走高飞 让吴浩冷永远找不到我 找不到他的孩子 让他痛苦一生 我给小三打电话 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小三的男友说 先要钱 再生孩子 如果吴浩冷不给 就威胁他将孩子打掉 吴浩冷很爽快 他说好 他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说里面有三百万元 在他把卡地给我的那一刻 我犹豫了 我将他的手推了回去 我说你先替我保管吧 等孩子生下来再给我 吴浩冷还是每天来听我的肚子 他兴奋地说 杜米 我的儿子在喊我爸爸呢 你听见了吗 我的泪水就掉了下来 我想 要是孩子真是吴浩冷的 该多好 或是 当年撞我和母亲的人 不是吴浩冷该多好 小三说 杜米 你千万别心软 吴浩冷对你好 只是在乎他的孩子 根本不在乎你 等你生下孩子 他就会一脚把你踹了 退一步说 他真的把你留在身边 将来发现孩子不是他的 他肯定不会饶了你的 可是 我发现我真的是爱吴浩冷的 虽然他曾经伤害过我 虽然他没有说过他爱我 我在病床上醒来后 得知了两个消息 一是我的孩子没了 一是吴浩冷死了 我挣扎着从病床上滚了下来 不顾一切地往病房外爬 我哭喊着吴浩冷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吴浩冷真的死了 他刚下楼梯就倒在了地上 听到我的喊声后 忍着疼痛拨打120 要是小三下的 他一直既恨我 既恨吴浩冷爱的人是我 既恨我怀了吴浩冷的孩子 他的男朋友才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他得不到吴浩冷的爱 就计划了这场阴谋 他在我的饮水机里放了药 拿走了吴浩冷放在柜子里的那张银行卡 我出院时才知道 吴浩冷说要给我看的东西 是一张他和妻子的离婚协议书 还有一枚送我的戒指 其实我是吴浩冷的第一个情人 他一开始就认出了我 和我在一起 他只是想弥补他的过错 但当我不要他的钱时 他就赶我走 是不想毁掉我 可是后来 在我为他做了种种傻事后 他感动了 他爱上我 我伸手去背上 莫吴浩冷刻下的名字 觉得不像是吴浩冷 我将衣服脱去 对着镜子 映入眼帘的三个字 让我再次生死力竭地哭了 我真傻 为什么我一开始不知道呢 是的 吴浩冷在我被上课下的三个字 不是他的名字 而是我爱你 所以我决定打掉孩子 然后留下一封信 告诉吴浩冷我是骗他的 孩子不是他的 小三找到了我 他让我赶快向吴浩冷要钱 不然他男友要绑架我了 小三说如果我爱吴浩冷 就不该冒这个险 我没听小三的 我给吴浩冷打电话 我说你过来一下 我的肚子很疼 我只是想见吴浩冷最后一面 想告诉他我爱他 然后我就远走高飞 吴浩冷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我看到他的头上有血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 路上堵车 跑着来的 不小心摔了一跤 他拉着我问我没事吧 肚子还疼吗 那一刻我的泪水 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我抱着他说我爱他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吴浩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宝贝 这辈子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等一下我的司机来了 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吴浩冷帮我擦干眼泪 给我倒水 让我吃药 我缠着问他 吴浩冷 你爱过我吗 吴浩冷故弄玄虚地说 等一下再告诉你 说着他就冲下了楼 但我没有等到吴浩冷回来 我的肚子真的疼得要命 我大叫着吴浩冷 吴浩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我还能够